神秘的QQ群 一群古怪的年轻人 感到非常镇静 没想到就是这种有种违法反对的行为 在网上这么公开化 是谁制造了这张黑色的大网 又是谁隐藏在这深深的幕后 今日进去收看格力传奇故事之 追往迷途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格力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段画面 这里是山东省腾州市郊外的一条 这天一群便衣警察埋伏在这里 他们警觉地观察着这条路上的一切 突然他们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 所有人同时行动 冲向一名男子 鱼子同时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里 一族警察也在对一辆轿车进行着仔细的搜查 结果在一个靠转里找到了一包重达两公斤的白色精状固体 随后第三组警察又从一名女子的家中将她带走 三路警察同时行动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呢 可能这个时候 从之前警察缴获的物品里头 有人已经看出苗头来了 原来就在几天前 腾州警方抓捕了一名贩毒人员 而根据他的交代 他的毒品是从这三个人的手上买来的 于是警察果断行动 三箭齐发 把这三个人全都控制住了 可是案子到这就结束了吗 没那么简单 这么跟您说吧 这三个人的倒案仅仅只是一个大案的开始 在这三个人的身后是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 更是一个隐藏在现实世界背后的阴暗角落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三名嫌疑人在倒案之后 其中那名女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资料显示 这个女子叫陈娇 今年才26岁 曾经在一所高等艺术院校 接受过专业学习 我们招呼之前 我们在我们的功劳研判中看到了 我们的照片 是一个很春节的小女孩 可是当陈娇到案之后 警察却是大吃一惊 应该是由于吸毒的缘故 他的整张脸都显得特别憔悴 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要大很多 和之前的照片相比 那更是判若良人 我们感觉到不可思议 警察就想不明白了 一个这样的女孩子怎么会走上吸毒贩毒这条路呢 没错 这里边确实是有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我们待会再说 先说这起案件 警察当时就问陈娇了 说你手上的毒品是从哪来的呀 陈娇说他的毒品都是从一个QQ群里来的 QQ群 他们迅速登陆了陈娇的QQ号 进入到了他所说的那个QQ群 这是警察当时看到的画面 考虑到有的人会看了之后觉得不舒服 我们就给画面做了一些处理 可以看到在屏幕的中央 有几个视频窗口 旁边则是文字聊天界面 可无论是聊天的文字 还是视频当中的这个人的活动 都跟吸毒有关 什么人都有 干嘛的都有 感觉非常正经 没想到这种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在画上这么公开化 你感觉像看电影一样 觉得这是假的 你不敢相信 警察统计了一下 在这个局里头有126名成员 当时在线的有12个 可是这些人在网上 从事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 他们就不怕被人发现了 他们当然怕了 所以这个群有一套 严格的审核制度 而陈娇呢 就是这个审核机制的把关人之一 陈娇的网名叫香水 他不仅是这个QQ群的成员 还是群里的管理员 负责在群里头主持 唱歌活跃气氛 由于陈娇人长得漂亮 又多才多艺 进群之后人气很高 这个群的群主呢 就把审核新进成员的工作 交给了他 认真的方法就是 每一个进群的人都会 就带着你的吸毒工具 在群上 必须要露一下 如果是 就把你拿入他的群里面 如果不是 马上把你踢出去 谁是对你有些怀疑的 也要把你踢出去 就是这套柯克的审核制度 才使得这个地方 暂时成为了引军子们的温床 那么在这个柯克群里 一百多名吸毒人员 他们所需要的毒品 又是从哪来的呢 据陈娇解释 在这个群里 群主就是毒品的源头 像他这样的管理员 他的回报 就是从群主那里 得到免费的毒品 而除了管理员之外 其他成员都会 向群主购买毒品 就是在这个群里吧 在这种群里吸毒 我估计上演的可能性 是更大的 你要想在这个群里玩 你要想进群 是不是 你必须有毒品 你没有毒品 你是进不来的 所以说就刺激这些人 去更多的去买毒品 明白了 也就是说 是有人特意在网上 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 他是吸毒群的 这个建立者和组织者 同时呢 也是毒品的提供者 这人每天都会在 视频群里头露面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 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和具体位置 那么这群主 到底是谁呢 在QQ群的成员名单里头 警察找到了 这个群主的网名 但是由于 这个人的网名很不雅 我们干脆给他换个称呼 就叫他阿伟吧 由于申请QQ号 不需要填写 真实的身份信息 于是警察决定 先从这QQ号入手 展开调查 很快通过技术手段的 警察就查到了 这个阿伟的QQ号的底细 可是这个结果 却出人意料 调查显示 这个阿伟 用自己的QQ号 建立的吸毒贩毒QQ群呢 还不止陈娇 他们所在的这一个 而是62个 参与人数达到了1万7千多人 这得有多大的危害性 可想而知 换说警方要面临的是怎样的压力了 没错 必须尽快抓住这个人 但是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警察注意到 这个阿伟虽然每天都在QQ群里出现 但是他从来都是对自己的身份讳莫如深 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人 也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更重要的是 这个人的警惕性还很高 警察了解到的情况是 如果群里的几个重要成员 比如像陈娇这样的人 超过三天不上线的话 就意味着出事了 阿伟就会立刻把群解散掉 怎么办 一个棘手的难题摆到了警察的面前 陈娇等人已经被控制了 如果他们不能按时上线的话 很可能就会打扫惊蛇 那可能有人会说了 警察不能用那陈娇的QQ号上线吗 可是可以 但是之前提到过 陈娇他们呢 是经常在群里头露面的 如果老不露面 同样可能引起阿伟的警觉 一旦被他解散了QQ群 那么这条最直接的线索 也将被断掉 怎么办呢 警察突然意识到 眼下成败的关键 似乎落到了陈娇的身上 他愿意配合的话 所有的困难都将迎刃而解 马上警察就找到了陈娇 就是我没救账 让香水 就是陈娇呢 继续在这个群里活跃 原来怎么做 现在还要怎么做 那么陈娇会合作吗 经过一番耐心的做工作 陈娇也想通了 他表示他愿意配合警察的工作 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头 陈娇呢 还像以往一样 上线聊天 在群里的唱歌 警察呢 则刺激观察群里的那个阿伟的动静 终于当警察的蹲守 进入到第15天的时候 一条宝贵的线索出现了 在陈娇的配合下 腾州警方呢 继续观察 QQ群里的动静 而当他们的蹲守 进入到第15天的时候 一条宝贵的线索出现了 这一天 阿伟无意中在群里头 晒出了一张短信的截图 就是这张不期而至的截图 让警方大为振奋 这张截图是一份飞机票的订票信息 上面不但有一个名字 还有详细的出发抵达的时间地点 据阿伟声称 自己某年某月某日要乘坐飞机 从南京到石家庄去玩几天 他当时也不知道 我们就是抓到了他的下线 他有些信息呢 他的一些信息呢 他说他干什么什么去 他都发到了这个群 马上警察就根据阿伟的订标信息 锁定了他的身份 档案资料显示 这个名叫朱松的男子 28岁 重庆人 从形象上看 应该就是视频里经常出现的阿伟 于是就在朱松抵达石家庄的当天 警察在他入住的宾堡 成功地控制住了 我们真正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白净的一个白净的一个南方人的特点 小圆脸 第一反应是蒙我 他当时跟我说他们是山东警方 我真的听到山东警方我更蒙了 我一辈子没到过山东 没跟山东人打过交道 山东警方 这个人就是朱松 很显然 对于警察的神兵天将 他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 大概朱松还以为自己心形的贩毒手法很难被发现吧 可是朱松却没有想过 这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只要是违法犯罪 见不得人的勾当 就必然会引起各地警察的注意 即使这一次朱松没有被山东的警察逮招 那也说不定 明天会被其他地方的警察给带走 所以还是那句话 莫伸手伸手必被拙 好 眼下呢 朱松到案了 警察也想问他 他是怎么想到在网上利用QQ群来传播贩卖毒品呢 没想到朱松竟然表示 这跟现在人们的网购习惯有关 淘宝在10月1号的时候 一天的那个营业就是交易 突破是10亿还是8亿 一个网店 有一个网店 他那一天的交易额都突破了千万 他那个网店其实多大 在现实里面10几天也就20来个平方 所以说就因为这个营业 网络给我的用户利品 要说这朱松还真的是花了一番心思 也确实动了脑筋 只是可惜了 他这脑子没有用在正经地方 朱松开始适当性的在网上建立一个QQ群 把自己知道的吸毒人员拉进来 如果这些人有需求了 朱松就会想方设法弄来毒品 然后呢将毒品交给他的成员 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际接触 而是用的是快递 说起自然的小企量 朱松还有几分得意 因为按照规定 快递公司对其揽收的每件包裹 都要严格检查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由于一些快递员的识别能力有限 检查手段不足 加上部分从业人员的责任心不强 往往看似很严格的规定 不能够被执行 这些空子就被朱松拎上了 要说在这件事下 快递公司也是有失职的 不过好在呢现在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正在做相应的处理 而随着朱松的落网 在他的共处之下 腾州警方呢也对他的同伙进行了打击 他们先后在广东陕西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 可是这些人呢 警察介绍说 既然全都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 最小的才20岁 像陈娇只有26岁 年纪最大的朱松也只有28岁 我们说到很多人都对这些年轻人 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充满着惋惜和感叹 像陈娇只有26岁 朱松也只有28岁 他们又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说实话 不像以前那些人说 没文化没知识 什么都不懂他犯罪 像我们可以说 从某些角度来讲 在做的时候都会想到 都会知道 从小什么道理都懂 朱松告诉记者 其实呢 从他开始贩毒的那一刻起 他就清楚 未来将要面临怎样的后果 但是就像以前我看到过 一句话就是 一个人做出 做出的 做出决定的始终是他的性格 朱松说他的性格 决定了他的际遇 那么他的性格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据朱松说呀 他之所以会走上今天这条路 跟他的成长经历 有脱不开的关系 朱松六岁那年 父母亲就离异了 后来呢 他们各自又有了新的家庭 但是年幼的朱松 却被两个家庭拒之门外了 他只能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朱松说呀 那个时候的 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弃儿 他已经被这个世界给抛弃了 而更让他雪上加霜的是 在他16岁那年 奶奶也离他而去了 再没有人约束的朱松 早早的踏上了社会 因为交友不慎 沾染上了毒品 可以说 朱松的命运让人唏嘘 可是更让人惋惜的 还有陈娇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陈娇的因为长得漂亮 又多才多艺 被朱松看中 成为Q国群的管理员 可是他的人生和朱松并不一样 据了解 陈娇成长在一个和睦的家庭里 家庭条件非常优越 他从小学习钢琴和声乐 后来还考取了一所知名的大学 继续学习音乐 可是这么一个优秀的姑娘 他又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 父母对他期望也比较高 认为自己的孩子比较有趣嘛 老到这种地步 父母肯定是要伤心 确实令人痛惜 从前都是挺骄傲的 但是离婚以后啊 就是婚姻挺不幸的 孩子现在跟着我 可能或多或少的感觉有点 有点失望嘛 可能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 陈娇说呀 其实2013年之前 他的人生都是美好的 可是2013年却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那一年他离了婚 开始一个人照顾两岁的儿子 我从小没太受过挫折 然后一下子各种挫折就来了 可能是没有这种接受能力了 不敢面对现实 想逃避 可能正是因为从小生活的环境优越 一路顺风顺水 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 所以陈娇的抗压能力很差 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他一下子就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他想到了逃避 选择了虚拟的网络世界 那段时间呢 陈娇整天沉溺在网上的各种社交软件里 结识了很多人 也是从他这些所谓的新朋友那里 陈娇听说吸食冰毒可以让生活不如意的人摆脱烦恼 他清楚记得在一个春天的晚上 他对冰毒有了第一次尝试 当时他的想法是吸一次并不会上瘾 但是后来他发现他远远低估了毒品的危害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上瘾 而且这个东西对身体的伤害真的是很大 毒性都在身体排不出来 然后脸色就是感觉自己的脸就像老太太一样 特别是就像灰色的 在我们曾经播过的很多案例当中呢 也有不少人觉得只是吸一次毒 或者是少吸一点不会上瘾的 或者觉得自个儿的意志力可以抵抗来自毒品的诱惑 可是所谓的毒瘾 确实从人的生理上 使人的身体产生改变 一旦停止吸毒 人的生理系统就会紊乱 产生阶段反应 令人非常痛苦 根本就不是意志力强弱的问题 比如陈娇 在发现自己真的沉溺于毒品之中的那一刻 他开始害怕了 特别害怕 真的很害怕很害怕 我儿子和我爸妈看 第一我妈身体又这么不好 第二我不想破坏 我在我儿子心目中的那个 美好妈妈的形象 我儿子很以我为中心的那种 对于神交而言 他最不要一面对的就是 曾经的好妈妈的形象 他再也回不去了 应该说无论是陈娇还是朱松 他们的命运都有了各自的不幸 也都很让人唏嘘 可是不幸并不能成为沉溺于毒品 甚至是贩卖毒品的理由 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争取找回自我 这样的方法太多了 而且更让人担忧的是 还有一些年轻人走上吸毒 贩毒这条路都不是因为这些 而仅仅是因为好奇 甚至是因为无聊 警察说呀 信息化和年轻化 这是毒品犯罪的两大趋势 年轻人的这个贩毒行为 比传统的毒贩的危害性更加严重 原因就是年轻人的这个信息渠道更加隐蔽 就像朱松他们这样 会通过网上的新型社交媒体和外界联络 也会利用快递这样的渠道来传播毒品 他们善于接收新生事物 但是同时呢 他们心智又不够成熟 容易被蒙蔽 针对这样的趋势 公安部门呢 也正在将侦查的范围 从传统渠道扩大到网络渠道 只是这场没有消炎的战争 还不能仅仅依靠公安部门 就在前不久 2015年10月下旬 根据国家邮政局 公安部安监总局等部门的要求 快递实名制正式实施了 除了少量特殊的邮件之外 一般的普通邮件 一律要求对寄件人的电话号码 及相关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实 也就是说再想用话名 或者是随便填个电话号码 来掩饰自己的身份 企图投递违禁物品的想法 那是彻底行不通了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重视起这个问题 一块向毒品宣战的话 那么这朵罪恶之花 我们是能够看到它枯萎的那一天的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格力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发生了什么新闻的话呢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伙一起来关注 好给观众再见 感谢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